好,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在这里边是不是就进行完需求分析了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正常开发这项目的话呢 第二步就应该进行什么了 页面的设计了 但是我们的页面设计是不是已经完事了 就是我给你的这套静态页面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咱们第二步就略过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页面的设计 那么你直接就什么 使用我们的这套静态页面就可以了 那就OK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干啥呀 就开始设计数据库了 对吧 就开始数据库的一个设计了 那怎么去设计我们的数据库呢 那么这里边我们是可以根据模块来进行设计的 比如一般一个模块呢 会对应一个表 对吧 会对应一个表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刚才分析过了 它里边有哪些个模块啊 是不是第一个用户模块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有一个用户的表 对吧 那用户表里边应该有哪些字段呢 诶 是不是得有个用户的ID啊 对吧 用户的ID 还需要呢 诶 用户名 对吧 还得有个用户的密码 还有谁啊 诶 这里边咱们来一个真实的姓名啊 真实的姓名 就是你这个用户的一个真实的姓名 然后还得有谁 邮箱 对吧 邮箱 然后呢 呃 地址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电话 可以吧 诶 这些信息 然后大致的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是用户的状态 这个得有吧 这零就代表未激活 对不对 诶 未激活 然后一呢就代表什么 已经激活 啊 已经激活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还应该有什么 激活码 对不对 诶 激活码啊 你需要把它存到数据库里边 是这个吧 诶 大致呢 咱们需要有这些个字段 啊 这些字段 OK 那么有了用户了 我们接下来 来做什么 就是那个一级分类 是吧 诶 一级分类 那一级分类这个其实比较简单了 里边存个啥就行了 诶 有一个 一级分类的ID 对吧 然后再来个什么 名称其实就够了 对不对 诶 一级分类的名称 它不需要有其他别的东西吧 对不对 诶 OK 这是一级分类 然后我们的二级分类 那二级分类里边 是不是也有个二级分类的ID 然后再有个什么 二级 对吧 分类的一个名称啊 对不对 然后它应该还有什么 二级分类和一级分类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肯定是一对多的关系吧 比如一个一级分类 肯定对应多个二级分类 然后同一个二级分类 只能属于某一个一级分类 所以说这里面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一对多怎么去见表啊 是不是得在多的一方 去创建一个字段 来指向一的一方的主件 也就是说它里边也得放一个什么 一级分类的ID 这是一个外件嘛 对不对 它是一个外件 来指向谁的 指向我们一级分类的那个主件ID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边就会有一个这个外件 有一个这个外件 OK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在见商品的表 对吧 那这商品表里边有什么 肯定有我们的商品的ID 这也是必须有的吧 商品ID 然后呢 商品的名称 对不对 然后商品的 哎 价格 然后这个价格呢 我给你们分成两个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商城价格 再来一个什么 商品的一个市场价格 因为咱们这个肯定要比他那个便宜点嘛 对不对 哎 要比他那个便宜点啊 就是咱们为了显示出咱们这个卖的便宜嘛 就像看哪呢 就看咱们这个页面 那他这上面是不是就显示了一个哎 什么参考价 对不对 然后咱们的一个真实的价格 是这意思吧 好了 这是哎 这个地方 然后 这里边呢 我就不去做那个库存的数量啊 那就不去做那个了 然后 还有什么 嗯 商品的名称 价格 嗯 商品的这里边还有啥呀 你看这里边 呃 编号名称价格 然后这下边是不是有个 介绍 对不对 商品的一个介绍啊 就商品的描述 哎 商品的描述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哎 商品的图片 对不对 哎 其实这存的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路径啊 对不对 哎 存的是一个我们图片上传的路径 啊 这些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啊 我们还需不需要有什么呢 嗯 应该差不多了是吧 差不多了 但是这里边你需要有一谁啊 他跟二级分类有没有关系 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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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二级分类下 是不是可以有很多商品 那我一个商品呢 是不是只能属于某一个分类 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需要有一什么 是不是二级分类的ID啊 那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外件 能想到他来指向我们二级分类的那个主件ID 是这吧 哎 所以说他里边也需要有一个外件啊 也需要有外件 OK 这是商品表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是不是还得有个订单表 就最后我们要生成一个订单了 对吧 哎 要生成一个订单了 那生成一个订单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边需要有哪些内容啊 订单里边肯定有订单的ID 对不对 可能还会有订单的一个时间啊 还会有就是我们这个订单花了多少钱 对吧 订单的一个总的金额 然后还会有一个订单的状态 对不对 是不是还有个订单状态 就是你没付款呢 还是已经付完款了 还是我已经发货了 还是你这订单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 哎 这里边会有订单状态 然后这里边还需要有啥呀 你订单肯定能有送货地址吧 对不对 然后还得有什么 你那个电话啊 对不对 还得给谁送的 是不是有个订单的一个收货人呢 是不是这些信息 然后还需要有啥 嗯 哎 那你这个订单 是不是应该跟用户有关系啊 有啥关系 什么关系 我一个用户 是不是可以产生多个订单 那我一个订单呢 哎 只能属于一个用户 所以说在这里边 他还得有个用户的ID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外件的 对吧 他得指向我们用户表的那个主件ID 是吧 哎 你也得去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想啊 你的订单和我们的商品之间有没有关系 啥关系 嗯 订单跟商品 一个订单里边我可以买好多商品 对不对 那一个商品呢 一个商品只能属于一个订单吗 我张三买了一个电视机 我李四是不是也能买电视机啊 对不对 那这是啥呀 是不是多对多呀 那如果是多对多的话 那怎么办 是不是得创建一个中间表 对吧 中间表 那这中间表呢 里边需要放什么 是不是一个是商品的ID 一个是订单的ID 这没问题吧 然后它是一个外件指向商品的主件 它是一个外件指向订单的主件 是这样吧 那么现在好了 默认情况下 这个中间表里边有这俩字段是不是够了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这里面还有几个数据你没存 哪个数据呢 就是在看我们的购物车或者看订单这个里边 订单这里面有什么 数量和什么 小G 那这个应该算作是什么 谁的 算哪个表 算订单表吗 因为订单里边可能有多个商品 你买女装可能买一件花了100 我买男装可能买两件花300 那时候每一个下边这个小的项里边就会包含了一个数量和小G 那你说这两个数据应该存到哪去 存哪 存商品里边 不行吧 存哪 存商品肯定不行 得放到哪啊 得放到中间表里 是这吧 是不是得放到这里面 也说默认情况下 如果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中间表 那么 它是这么去创建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个中间表 它怎么的 是需要参与到我们的业务逻辑中 对吧 需要参与到我们的业务逻辑中 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中间表了 能想明白吗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可以为这个表去创建一个主件 这里边可以有一个主件 然后这两个还是外件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设计什么 数量和小计 看明白吗 数量和小计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注意 你 它既然是一个中间表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一个外件 这下面商品 ID是不是一个外件 那么其实你可以看 我这个商品和这个中间表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一对多吧 我跟你说多对多 一个多对多 是不是可以分成两个一对多来完成 对不对 那它现在不就是相当于是 如果单纯看这俩表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外件的 它有外件 是不是它就相当于多的一方 对吧 那如果你看订单和这中间表呢 也是一对多 因为你的多对多 本身就可以拆成两个一对多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在这里边 我们的订单表和它 是不是也是一对多的关系 那我现在把它叫什么呢 就别单纯叫中间表了 咱叫一个叫啥呀 订单项表 可以吧 也就是说我这下边的每一个 都算是一个订单项 那是吧 我这整个是不是一个订单 然后下面是不是有几个小项 女装男装什么好几个 对不对 那这里边每一个 是不是叫一个订单项 然后这是不是下面 还会有一个叫订单项 是意思吧 这就是我们的订单项表 可以吧 订单项里边 是不是存了商品的信息 然后存了数量 存小记呀 那我们来看 中间这个订单项表里边 有没有商品信息 有ID了 是不是就有商品信息 对不对 然后数量 小记是不是也有 然后他属于哪一个订单的 是不是通过这个ID 也知道 OK 那下边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表结构的一个分析了 对不对 就大致是这些 然后如果我们还有后台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后台也需要进行登录 那么我们后台的用户登录表 跟我们前台的用户表 一般不是一个 那是吧 可能还会有一个后台的用户的表 但这里边就比较简单了 你就不用整那些什么电话 邮箱 因为后台就管理员吧 对吧 你就弄一个什么用户名 那个女儿 是不是 就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OK吧 好了 那么大致呢 我们有这些个内容 这个内容 然后你要分清楚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要分清楚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OK 这是我们的表关系的一个分析 表关系分析 那么在这里边呢 其实我也可以给你画个图啊 你把这个图呢 到时候咱们做项目的时候 你要记清楚也可以啊 就数据库的一个表关系的分析 那么在这里边 我把这些呢 就放到这边来了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级分类表 对吧 这是我们的什么一级分类 然后呢 是不是还有对应二级分类 然后二级分类还对还有什么商品 对吧 好了 那我现在呢 这样给你画啊 你看着 把这些都干掉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二级分类 对吧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商品 是这样吧 先看他们仨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里边 这个放的是我们的一级分类的ID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是本身自己表的主件啊 二级分类的ID 对吧 这个呢 是我们的商品的ID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的二级分类 是不是它才有一个所属的一级分类啊 对不对 它到底属于是哪一个一级分类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商品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 属于哪个二级分类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下边都会有一个外件 那会有一个谁啊 就是我们的一级分类的ID 对吧 这里边呢 就会有一个二级分类的ID 对吧 他们都是一个什么 外件呢 用来指向我们一级分类的一个ID 是这样吧 然后它呢 是不是用来指向谁的 我们二级分类的一个ID 是这样一个关系吧 然后他们之间都是一个一里多 一里多 是这样吧 然后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还会有哪个表啊 还会有用户表 对吧 这假设就是我们的用户表 然后还会有一个 用户所对应的那个订单表啊 订单表 这是用户表 对不对 然后在这我先把它去掉啊 然后这下边呢 这也先给它去掉 对吧 然后这是谁啊 就是我们的用户表 用户表 那么用户表里边 肯定需要有一个用户的ID 用户的ID 然后这用户呢 肯定会产生订单吧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订单表 订单表 对不对 然后订单表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订单的ID 这里边就会有一个订单的ID 然后下面是它其他的资料 那么订单跟用户之间什么关系 是不是一个用户可以有多个订单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边 它就有一个用户的ID吧 对不对 然后它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外件 用来指向谁 指向用户这个表的一个主件 是这样吧 它俩也是一对多 然后我们的订单跟商品呢 是不是多对多 对吧 它俩本身是一个多对多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 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中间表啊 对不对 这里边就会有一个中间表 但这中间表 是不是参与到我们的业务逻辑中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就把它起个名字叫做订单向这个表了 然后订单向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ID啊 对吧 这是我们订单向的ID 对吧 然后除了订单向的ID之外呢 它里面是不是有两个外件呢 对吧 有两个外件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商品的ID 一个是我们的商品的ID 还有一个呢 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订单的ID 对吧 订单的ID 然后我们的这边要指向它里边的这个组件 对吧 然后下边的这个是不是要指向我们订单表的这个组件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呢 就商品和订单向来讲 它俩是不是一个一对多 然后订单表和这个订单向 是不是也是一个一对多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表的关系啊 表关系 把这个搞清楚 捋清楚关系了就可以了 啊